女性蔡宜珍于上个月底在国道遭遇车祸 整辆车被撞得翻滚了几圈 除了姓车子没有爆炸 她和老公也顺利爬出车外 除了受伤疼痛之外 也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日前她发文透露 肇事逃逸的车主已经被警方逮捕 也完成了笔录 不过蔡宜珍坦言情况相当棘手 因为对方是一名60多岁千颗累累的人 也没有为车子保保险 而且才刚刚出遇不久 对方摆烂表示无法赔偿 对坐牢也没有什么意见 因此目前只能等待地检署开案 走一步算一步 最坏的打算就是拿不到任何赔偿 不过蔡宜珍也乐观表示 自己的车子真的很棒 保护了她和老公 所以好好活着赶快复原 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 展现了积极的态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